畫面上可以看到不只是山坡的土石 就連樹木也被連根拔起横躺在路中央 地面上也滿是樹枝跟泥土 而怪獸跟相關的工作人員 9號一早就沒有停過忙著清理現場 受到連日大雨影響 加129縣道8.1公里處 出現了大面積的土石探方 而因為這也是通往知名景點 達那一谷的道路 事逢假日就有許多遊客在等候道路強通 村長也在現場呼籲大家 不要再上山了 8點多以後 已經做一個道路的一個搶工 搶修 那目前是在施工中 所以要往129縣 往南山村的村屋 要特別注意 這個路段是完全封鎖 另一邊同樣受大雨影響 南橫公路立道制新武的路段 也在上午發生了三處攤方 落實阻斷雙向道路 公路段人員緊急派遣機具前往清理 也盼望在下午能夠盡快搶通 正恩 宇 感谢观看